各位同學,來看一下台北科技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因為它有非其性項目 所以我要把答案的解題過程 分成其性解跟非其性解這兩部分 其性解是要由其性微分方程式來找 其性微分方程式就是等候右邊當作0 從這個等候右邊當作0的方程式來找其性解 這是一個係數為常數的問題 所以我可以考慮它的其性解跟自然指數凡數有關 那就代入上式 代入上面的方程式之後 第一項有分到兩次微分 兩次微分的時候 指數凡數會微分出那不達平方 第二項乘上式就好了 因為兩部分相乘為0的情況下 後面像是我考慮的答案型態 通常我希望找到非0級了 這樣的話就必須要安排另外一部分是0 另外一部分稱作這個等於0 這個稱作特徵方程式 從特徵方程式我可以找到特徵根是正負2i 就把正負2i帶回假設的答案型態裡頭 去做一個疊加 當作奇性解 這疊加原理只適用於現性又有奇性的微分方程式 這是一個現奇性微分方程式 所以分別成上兩個常數再相加是可以的 那現在我要做一個化解 變成sin跟cos的組合 用由拉公式來化解 第一個變成cos2x加上i乘上sin2x 另外一個的話是C2乘上cos2x 減掉i乘上sin2x 這個等下我要做一個系數之間的化解 就是把那個C1加上C2當作C1star 還有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i乘上瓜5的C1-C2 這個當作C2star 這個安排方式是把cos的類型合併一下 cos的類型合併之後 C1加C2 我要當作C1star 所以C1star乘上cos2x 另外一部分就當作C2star 反正常數加減之後還是一個常數 這樣的話就可以算出奇性解 再來算一下非奇性解 個人學因為等候右邊是一個多項 這叫x的n次方向 它沒有很多項 基本上它就是x的n次方形態的相次 所以我可以考慮yp的答案 它有x平方 y也應該跟x平方有關才對 但是光是考慮平方還不夠 因為它有微分的可能 微分的可能就會有一次方 也會有常數項 就會有這些可能要考慮到 好 新增的相次 它也要面對微分之後 產生什麼樣的可能 目前來說一次微分的會有常數項的可能 所以不用再增加什麼了 x平方已經有考慮到常數項的可能 常數項本身的微分就是0 所以它不用再考慮別人了 只是倍數是多少 我要給它 倍數不曉得 所以要給它一個代號 abc 剛剛這個c乘上x的0次方 代為原式找abc 代為原來方程式 那就是ax平方加上bx加c 這要微分兩次 後面代價的話不用微分 ax平方加上bx加c不用微分 然後右邊的話是8倍x平方 所以我們需要去做兩次微分的討論 那ax平方為第一邊的時候是2ax 再微一邊就是2a 一次方的或常數項的 為兩邊都不見了 接著我們比較一下係數 各種學位這個係數的比較有三類 就有平方正向的還有一次方的 還有x0次方的 平方向的係數 這裡有看到a 一次方向的係數 有看到b 常數項有2a加 這裡有一個4 2 這裡有一個4 再重來 這邊4a 這邊4b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2a加上4c 1 等於右邊的對應關係 只有留下x平方的8 其他相當於是0 不存在相當於是0 那a的話就是2 v的話就是0 a是2的話c會變成-1 所以yp 分析性解 yp 分析性解 yp就是2x平方 減掉1 那其他這邊還是不太夠的 這同學們 因為這問題 它的完整答案叫通解 這完整答案一定要表達一下 就是剛剛算出來的答案 c1 star 乘上cos2x 再加上c2 star 乘上sin2x 還要再組合現在yp 加上2x平方 減掉1 這樣的寫法才是完整的表達 好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